各位觀眾,你們好 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古壇事件 我是主持梁君宇 在我身邊有施生 以及大家之前都見過 上來幾次的Samson 在這裏介紹,Samson從事貴金屬分析很多年 近來就開始籌備自己的貴金屬生意 所以我們今個禮拜也想來 講講貴金屬的最新看法 Samson,我先問你 上星期,有網上平台 開始由炒股票,去到炒白銀 我知道你都研究了白銀很多年 你認為白銀的走勢是否可以再進一步上升 還是炒賣是短期的 暫時我認為,都是未知之數 當然,如果看現在的銀價 當然,似乎是向失敗的方向發展 其實原因有幾樣東西 第一,我們在不同的媒體平台上看到 市面上,很多白銀 譬如銀幣,銀條那些 真是被搶購一空 即是西方國家 你會見到很多人排大隊 去選購銀幣 不單止很多網上平台 銀幣已經沒有貨 即使有貨,你知不知現在賣多少錢 一盎司,外面大概賣70-80美元 因為缺貨 所以零售商,因為沒有貨 怕會出現一個盜竊 即使原料價格大升 加工費,可能會虧給客人 所以很多零售商或加工商 手頭上缺貨 唯一的辦法,就是增加日價 來打一個比較保險的生意手法 銀幣,一般都有一個日價 以前有多少日價 因為銀價,現在是20多元 上次被人夾倉 都是去到30元左右 成交70元 日價豈不是很高 第一,證明現在最低限度是短時間 市場是很缺實貨 這是第一點 買銀幣,通常都是散戶 大的投資者,不會買銀幣 要買很大的倉才能倉 所以大的投資者,就是買ETF 如果看看ETF數據 1月29日,2月1日和2月2日 有很多白銀流入白銀的ETF 例如全球最大的白銀ETF 美國美國上市 剛才所說的3天 已經淨流入了3,400噸 3,400噸的白銀 是甚麼概念呢 以一個平常的一年 即是沒有疫情發生的一年 平常的一年來說 3,400噸的白銀 已經是等於 大約全球一年七成的白銀回收 或者相當於一年全球擴散所生產白銀的14% 只是短短3天 所以其實量真的很驚人 但有這麼多流日 價錢應該升 那幾天升至近30元 但是之後就守不住 一直跌下來 跌到26.5元 其實最詭異的地方 剛才我提到2月2日 那一天白銀的銀價 由最高29元跌到26.5元 跌幅以百分比計,其實都頗驚人 但看看SLV的流入量 是比之前兩天高的 只是那天 流入了1,700噸 出現了一個脫軌 那麼多流日,應該是跌高的價錢 為何又沒有跌高的價錢 回到當初社交平台 有人發了篇文章 為何銀價被操控 我不是完全認同 但無可否認 其實商品 以白銀為例 的確存在兩個市場 我們平時看到 現在二十多元的白銀價格 其實是盯著 期貨市場 或者是現貨價 現在現貨價是26元 但實體市場 是70-80元 一盎司 不要說那麼多 可能5-60元也很正常 會否是試打變錯 會否現貨市場太貴 還是期貨市場 或者ETF太便宜 其實我認為是一個時間性的 因為現貨市場是短時間的交易行為 而期貨市場需要長一點的時間 才會慢慢兩者接軌 特別是 剛才那方面兩個價格 但為何會有人批評 有金融機構 或者有人惡意操控銀價 其實原因很簡單 因為期貨市場的量 遠比實際的市場 大很多 例如正常的一年 假設沒有疫情影響 一年全球白銀的期貨交易商 所交易的白銀合約 即紫合約 假設化為現銀的話 其實比一年全球實銀需求 大180倍以上 所以就是兩個市場 如果我們將期貨市場交易的白銀合約 化作為真的白銀的話 其實比實際的市場多很多倍 所以很多人在市場上 空一些白銀的合約 但其實那些是紙 因為你根本是背後沒有一個純物 即是沒有機會能送到 如果去到合約到期 買日的貨市場要收貨 他就沒有貨交 唯有平倉 即是他不給貨,你平也沒得平 我認為現貨市場 反映市場上的實際供求 如果你真的有供應的話 你別處可以便宜賣到 譬如你30元可以買到 有人出50元 為甚麼不禮手轉過給他 轉過他就賺20元 沒有才會在現貨市場炒起 這種情況 其實在很早期80年代 亨特兄弟炒白銀 他就是拿了現貨市場 購物 供你沒有辦法 完成期貨合約 被迫升上去 但是,有沒有人干預 最後政府出手干預 政府規定你孖展要給多些 原本期貨市場 每個人都做孖展 孖展,我記得是擴大幾倍 孖展一擴大 可以做的合約就會少 你一天補孖展 補不到 經紀就幫你平倉 要平倉,本來在持貨 你必須要沽 一沽,價錢跌下來 當然政府說 看到亨特兄弟在操控市場 所以要打擊你操控市場 現在等於網上一樣 在網上的散戶 有大戶操控市場 大戶又投訴,散戶要操控市場 怎樣操控呢 我不知如何定義 施生,你提了一個根本問題 整件事,白銀炒不炒得起 似乎重點是,白銀市場是否被低估 施生,你怎樣看 施生剛才說的亨特兄弟80年代 經過一集過40年的時間 白銀市場是否仍然被操控市場 那時高於現在很多 好像超過100元 那時亨特兄弟是50元 美金是最高時見頂 第二次見頂,2011年時 都是差不多50元 過不了上次的高位 上次的高位 2011年是差不多 過不了 但你認為這刻 白銀市場是否存在著操控的問題 老實說,如果操控呢 我覺得一定有 譬如,這句無可否認的事實 因為有金融機構最近被美國政府罰款 說它操控貴金屬的價格 所以這個已經無用爭議 只不過問題是,透過什麼方法來操控 這是另外一個話題 的確回到剛才所說 2月2日銀價由29元跌到26元 諷刺性地 現貨SLB,單日增加了1700噸 很簡單 剛才所說,你們問為何會這麼奇怪 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原因就是COMEX 因為白銀價格比較波動 所以要增加投資者的孖展 增加了他們做多的成本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雖然數據現在未出 但想都想到,一定是多人做空 有些機構投資者看到散戶搶白銀 我就做空 做對加 剛才說了,因為有槓桿的程度 可能 集合散戶的力量,才買到100萬盎司的黃金 但這個基金可能只是用少許的本金 可能已經有200萬盎司去做空 短期來說,期貨市場的威力 一定會比實體市場來大很多 但是 是否已經玩完呢 即是這次白銀 暫時來說,我會覺得言之上早 譬如資生所說 如果現在市價 賣近70-80元一盎司 但期貨價是二十多元 其實是有一個 所以我預計正常情況之下 2月底和3月底 Commerce的白銀合約到期 其實我會預計 是會多了人要求實物交收 即是以往大部分的時間 美國期貨市場都是現金交收 但我預計 這個月和下個月 月底 是會多了人要求實物交收 但是 老實說 現在只是2月初 距離2月底到期的日 其實還有大半個月 其實變快可以很大 現在可能這幾天 有人有機構做空白銀 可能到月中 到期之前 可能已經平倉 不會等到最後才平倉 所以這一刻 很明顯 散戶 我叫做散戶 雖然我都相信有機構在背後 叫做處下風 但是我認為 暫時是未知之數 我們要看看未來這一兩個星期 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散戶 那一邊 他們能否維持 繼續去團結 去買白銀 或者將白銀的決心 即是價格推高的決心 還在不在這裏 其實我們說白銀 有另一個貴金屬 大家都經常會留意 亦都說過 就是黃金 因為兩者走勢 都相當近似 施生近來 金價比較波動 我們錄影之前 星期五 之前一日星期四甚至乎跌遷了1800元的水平 會否改變施生 你對黃金看好各角度 或是你認為這些短期調整 反而是一個吸納的機會 之前 我有一集 我也有說過 黃金面臨一次 可能在上升途中 一次比較重大調整 其實都已經調整了 主要就是拜登上場之後 人們的避險情緒下降 特朗普倒行逆施 他可以爆發很多禍 人們怕,就要作定準備 拜登的行為 應該是可以預期一些 他走的,是相對正路一些 或是奧巴馬年代 都可能已經走過 政策,大家可以預期得到 拜登的財政策 也許是拜登的財政策 他曾經表態 他不會限約美元政策 不會限約美元政策 不會限約美元政策 美元會強一點 黃金,通常在美元弱的時候 才會強 所以在這兩個月 都出現的情況 這兩個月的情況 更加,好像上不到多少 1900元又下降 我自己都覺得 他受的壓力相對大 另外,最近還出現一個情況 有時美元弱的時候 金也不強 當然現在這些美元弱 我認為 人們看成是短暫的波動 長遠 他可能在美元弱 會強一段時間 所以短期的美元弱 對金的支持不大 這種情況,其實在技術上 不是好事 該升不不升 例如之前說 人們的銀彈倉的時候 銀價升很多 金價都不為所動 所以技術上的走勢 不算太好 但是 拜登是否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可能這段時間 大家都覺得他跟特朗普有不同 應該是 看好一點 但是 走過一段時間 最後都解決不了問題 黃金可能 又會好一點 我在這一刻 未曾夠膽肯定 黃金已經 見頂回落 這個潮已經過去了 暫時只能說 上升路上,遇到阻力 這個阻力 可能需要一段時間去消化 所以 我未曾覺得,應該倒回頭做 但這段時間,要小心 不要太冒進 可能投資者對美國的前景,相對之前樂觀 令到金也受壓 Samson,我知道金也研究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如果在投資的角度 或者在ETF 或者其他投資的需求角度 金價近來的需求,有甚麼特別的變化 老實說,黃金的ETF投資需求 2020年,而且很大 上年,全球流入去黃金ETF的黃金量 差不多有900噸 900噸,相當於一年中國正常的水平 即是對黃金的消費水平 所以 上年,期貨市場 沒有支持黃金 沒有推動金價 如果看美國的數據 黃金期貨的淨多水平 去年一月份是最高水平 但為何金價升那麼多呢 就是因為全民皆金 去買ETF 特別當中,過去這麼多年來講 北美市場 都是 氣金買股 但是 上年頭的10個月 我們看到 北美都變為買黃金的主力 所以才能推動金價 所以 如果你看看今年一月份 黃金ETF都有淨流入 但是 近期來講 開始有黃金流出的情況 所以 我都會同意施生剛才說的 因為 近期來網上平台說 Silver squeeze Gold squeeze Eranium squeeze 很多 squeeze 其實 大家最要提防的 反而就是美元 squeeze USDollar squeeze 為什麼呢 因為 如果你看看一些數據的話 第一就是 之前 美元的空頭是歷史新高 第二就是 例如有些朋友 他們本身可能對投資沒有太大的研究 但突然間 都可以跟我說 為什麼美元會弱的原因 我突然間很害怕 只要有一些風吹草動 其實真的很容易 美元變成第二個 GME 短倉被人夾爆 然後突然間 見底回升 美匯指數 起碼短中期的情況 是見底回升 我計算過 上年美匯指數最高是100 樓上 最低位是大概89 即這一次 如果假設短期89 見底反彈 之前的跌幅50% 其實美匯指數 是有機會見96 所以如果這樣的推斷之下 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 是為什麼貴金屬 過去三、四個月 為何貴金屬 稅會比較垂 Samsung,你提到反彈50%的美匯指數 相信都是技術的分析 先生,你認為基礎因素上 美元在蜜月期過了之後 是否真的有條件向上升 我自己 未曾那麼肯定 美國本身的角力 我覺得是走近下坡 只不過 拜登上來 將形勢 略為好轉 但是,是否可以真正扭轉 未曾那麼肯定 現在疫情 略為改善 有了疫苗之後 其實美國有多少人肯定 有些人都說 未必可以達到七成人都肯定 如果無法達到集體免疫 如果無法達到集體免疫 傳播速度減慢 但是一些防禦措施 不可以完全放棄 經濟復甦的步伐 就有限 現在 拜登上場 他一次過 還要拿一萬九億出來救市 救完之後 效果如何 其實 都有待觀察 但是 拜登的政策 應該比特朗普理性一點 所以 現在有寄望 所以這段時間 美匯脈強一點 但是 是不是重新又回到強美元 強美元 實際上對美國出口 是不利的 譬如 強美元 美國的債 要找一些值錢的美金去還 債權人 得益會大一點 美國現在不是債權人 現在是美國債制 如果從 憲勒這麼多債人來說 他不想 美元過強 我相信 耶倫要穩住美元 有他的考慮 但是他也不會想美元太強 所以美元是否強 可能是言之上了 Samsung 最後 你上到來 都問多你一些金屬的問題 因為我知道 你除了貴金屬之外 也有研究基本金屬 其實施生 幾集之前都提及過 潔淨能源 或者環保概念 都是具投資價值 我知道兩種基本金屬 例如 巴和白金 都有這兩個概念 你認為兩者 今年有沒有投資機會 其實 白金和巴金 這兩個都是屬於貴金屬 只不過金和銀有不同 工業用途比較大 沒有貨幣的用途 過往來說 其實 巴金的幾年 巴金升幅是最強勁的 四大貴金屬升幅是最強勁的 原因是 全球汽車方面 用巴量越來越多 巴在汽車的用途 主要是排氣喉 如果含巴量越多 汽車排出的有害氣體 相對來說就越少 就是環保概念 加上疫情之前 全球汽車生產 特別是中國方面越來越多 所以的確 巴金 在供求不平衡的情況下 由幾年前的幾百元升到 最高是接近三千元 但是 我認為 正常情況下 其實巴金 去年已經見了頂 其中一個原因是 利用在汽車排氣喉 除了巴金之外 白金都可以有同樣的用途 但是 價錢大概是平一半 又多 所以 以我所知 過去一兩年 已經開始全球有不同的汽車生產商 去研究一種新的配方 就是用部份的白金來取代巴金 其實這個技術已經是可行 只不過是因為疫情上發生 所以將商業化的行為推遲少少 可能半年至一年 但是大趨勢的確是這樣 另外 第二個環保能源的概念 就是Hydrogen 很多人熱炒 就是氫氣的概念 但是氫氣的過程 其實都是需要用到白金 即是氫氣作為動力 對,作為動力 來產生清潔能源 所以我認為 未來一兩年 其實四大貴金數來說 白金由以往是表現最差的貴金數 很大機會未來一兩年 就變為大頭大哥 他的表現會領先其他的貴金數 所以白金大家都不妨留意一下 我們今集時間到這裏 大家對C基金有興趣的話 不妨去Facebook 或者看Youtube Live 或者打我們以下的查詢電話 我們下星期再見 再見